城市容不下灵魂 老家容不下肉身 那个你一直想回 而有回不去的地方 它就叫故乡 让我们走进太行无人村 赵家曼 承接上期视频 朋友们 赵家曼这个村子非常的大 让我们走这个视角 再去欣赏一下这个无人村 它的一个美 全部都是残岩断壁 很多朋友会问 你说残岩断壁的这些东西 你怎么这么喜欢 怎么还说它是美 破破烂烂的 这有什么呀 对不对 我想说的是 朋友们 一百个人 一千个人 心中的哈姆雷特 都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呀 富人眼中的天堂 穷人眼中的荒凉 说的正是我们现在的 这些荒芜的农村 由于很多咱们 这个农村出来的这些朋友们 看惯了这种荒凉 真的是看够了这种荒凉 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大山 小路石头房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去住这个楼房 所以说我们眼中看到这些 很多都属于是不好的 那我们住惯了这些楼房的这些朋友们 当我们的眼中再去看这些村庄的时候 哎呀真是让人怀念 你是不知道在哪哪哪哪个年代 我就是在这样的农村里面出来的 我对这里的情感非常的深 看到这样的房子 一幕幕的往事就会涌上我的心头 所以说呀 对于美这个东西 可能是用词不当 也可能每个人心中的美不一样 但是这样的村庄 我真的用一个字要形容的话 它就是美 来从这个角度上 让我们走进赵家曼 就是现在只有一户 这个大叔 他在修缮自己的房子 也是准备啊 养老的时候啊 就就在这里啊 毕竟啊 农村啊 都是很多很多朋友的根 对不对 往上数几代 不用数很多代啊 两代三代啊 其实都是农村出来的 都是农村出来的 这里呢 是一个村子的平台啊 一个中心啊 活动中心 你看看这里 这个有知道是什么的吗 朋友们 我相信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其实这个是锤布石 也就是说洗衣服的时候啊 农家人洗衣服的时候 就相当于洗衣机里面来回脚 对吧 他在这上面拿个那个棒锤 锤打这个床单被照 把里面的灰子给捶出来啊 这就是锤布石 这个大门也是紧闭啊 门口有这些钢啊 破旧的钢 证明以前这里做过养殖 那这呢 就是石墨和石念啊 这都不陌生啊 那从这条路走上去之后呢 我们就能看到赵家曼 最上方的一个平台 那本期视频呢 也将是赵家曼 这个村子的最后一期视频了 已经出了两期视频了 这个是第三期视频啊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视频还会很长 因为我们才刚好走了 这个一半的路 现在都已经是三分钟了 看到这个摩托车了吗 从这个位置啊 走过去之后 就这家啊 就是这个大哥 还有他家的他父亲 应该是他两个吧 在这里修自己的房屋 你看他们的门前 都已经是残延断壁 只剩下0033的一些房屋主体了 但只有他家 其实也是破了 你看上面都是刚修过的痕迹 因为这个泥巴 刚把这些给做起来啊 我们中午的时候来这打过招呼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进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房屋修的 还是挺不错的 只要随随便便收拾一下 农村的这些房屋看起来 还是很整洁的 村子这个院子啊 过来看看 这个院子也是非常的整洁 你看种一点小菜 一家人生活在这里 是吧 这个院子修得特别的光 很期待啊 他们修好的时候 咱们可以再过来欣赏欣赏 好了 那叔叔你慢点啊 我去村子那边站着啊 好大哥 好嘞 好嘞 那从这边这一户仅有的一户人家 在这里做修复工作 你看这个电线也都是架过来了啊 这个村子呢 有路 有水 有电 你看摩托车也能骑过来 车子呢 也是能开过来的啊 从这个位置 往里面再走啊 还都是一样 千篇一律 残岩断壁 成旧的砖瓦 成旧的斑驳的老墙 仿佛都在诉说着 几十年前 这个村子有多么多么的热闹 几十年前 这个村子的人口有多么多么的多啊 每家也都是其乐融融 欢声笑语一片 可如今呢 这一户也不知道这一户去哪里了 那这家的孩子呢 可能他们以前都是 很好的朋友 如今呢 也不知道还联不联系 总而言之啊 老屋还在 人却没有了 就像现在我们看到 很多这些现状一样啊 家门口做梦都想修的那条水泥路 真的修到了家 你做梦都想要的那条好路 修到了家 但是你却再也没有回来过 走到村子的这里 真的是看的差不多了啊 整个村子残岩断壁的这些 已经是看的 已经是快看完了啊 这类还能进来 但是进来之后呢 大家还会发现啊 每个院子其实现在不用大门了 大门已经是完全 给这个风吹雨打啊 都给破坏掉了 整个屋 整个在这个村子里面啊 你看到最多的就是这些 已经坍塌了一半的这个院墙 这户人家家里面还有个石墨 好了 一乡朝四故乡 我是小王 有喜欢看农村视频的啊 可以关注一下我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你的家乡 有这样套色的这些啊 都可以告诉我 只不定下一期视频 或者下一场直播 就是你的家乡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再见 再见 再见